骑楼内部规划成机车停车格 至少留有1.3公尺以上空间 提供行人通行 金融市政府为了改善围田的状况 从3月起陆续开放部分骑楼 让骑市合法停车 金融市议员陈军佐在总质询时 关心机车骑楼停车的标准 依据内政部网站查询 市区道路及附属工程设计标准 第16条第一款 明确规范人行道宽度 依行人交通量决定 供行人之近宽不得小于1.5公尺 轮椅使用者通行宽度要90公分 普通人行走约60公分 两个加起来就要150公分 光90公分的轮椅 如果要回转的话 至少要150公分 130、150这两个选项 在六都里面都有这样的情况 那基隆可能是比六都的桃园 新北都还要更紧密 那包括新北桃园也是130 所以我们是用比较严格 市长不好意思 我们是在讲基隆市 不要讲别的现实 我们就光基隆市就好了 我们目前还是努力在130 想办法能够做到 150我们还在努力当中 150要啦 要150 130真的是太小了 那等一下市长 你等一下下市议会的时候 去卫生局前面那条路 人行道看一下 麻烦你等一下去看一下 谢国良强调在不影响店家进出 和行人通行的影响下 市府会针对不同的路段进行调整 至于行人通行保留150公分的距离 市政府未来会继续努力 记者黄绍明金融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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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